網紅開頂道店在高雄插旗信 許多粉絲慕名而至 但要購買時卻被告知有部分商品停售了 進水系的問題 雖然我們今天只有原產 好能先來跟品牌先領 其他都是沒有的 排隊入口處立出公告 說南部水質狀況異常 有部分商品停售 店家的官網臉書也在10點多PO出公告 說經過團隊評估 部分飲料未符合品牌標準 將停售部分商品 讓消費者覺得很錯愕 通常遊樂店都會加裝濾水設備 儘管下雨水混濁 基本上都能直接飲用 不過比起北部店家 南部的濾心更換頻率更高 泡出來的音品 口感有差異主要是水中的礦物質造成 而這樣的差異也確實會影響 茶飲的苦澀程度 而當時網紅飲料店 在下午2點多改口了 重新發文表示 先前天文用詞不當造成誤會 澄清是門市每天會針對 茶飲進行風味評評 因為沒能達到內部的標準才決定停售 南北因為土壤條件不同造成軟硬水質差異 除了翡翠水庫礦物質成分少 其餘水庫礦物成分多水質偏硬 煮出來的茶葉風味就會有差 但店家可以透過RO逆滲透的設備來解決 播一套設備大約2到3萬元 得看業者願不願意添加設備來改善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